在成长的过程当中,我曾经接受过许多的关怀和帮助,其中大多只是公车上或者马路上不认识的朋友。 我能做的不多,奸血是我的方式之一,它让我真正体验到回馈的快乐,去帮助不认识的朋友,就好像他们曾经帮助过我。 我不认识你,但是我谢谢你。 帮助人是快乐的,你就是下一位捐血人。 帮助人是快乐的,你就是下一位捐血人。